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福爾斯汀 今天收到W2E的邀請 他們寄給我超多衣服褲子來試穿 那我來簡單介紹一下他們的品牌 W2E是第一個致力於滿足各個身型的台拍品牌 不管是蘋果 離型女孩劃分的大小妖系列 或是高個 小織女區分長短款 以及他們做出XS到2XL的全尺寸產品線 那作為一個開路先鋒呢 他們是致力於讓所有的女生都可以很有自信的穿上他們喜歡的衣服 那雖然這支是合作影片 但我會真實表達出我對這支單品的所有看法 因為像我本身是離型身材 也就是腰臀比超過30公分的差距 我腰70公分 臀部105公分 腰視覺上出來看起來比較細 在拼股看起來就很寬 真的是顆貨真價實的離子 不過像Tiffen的身材就屬於蘋果皮 就是四肢都看起來瘦瘦的 但最先胖的地方就會是肚子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家的下半身 就不是我全部都能駕馭到的 所以我今天會一漸漸開槍 順便跟大家分享要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下半身 首先第一件是垂墜感的腰綁帶寬褲 那像如果他們家有出這種小腰款 那離型身材的女生就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其實像這種學紡材質的寬褲 對於我們離型來說非常不吃俠 但我這件穿起來卻非常的順 而且很好看 腰的地方是非常剛好 然後臀部不會說撐到非常的臭 那我這件是穿L 我是剛剛好的size 上衣搭配的是柔軟開闊彈力 如果我們上衣 這樣就能剛好露出我們最瘦的部分 視覺比例上就會看起來顯得腿非常的長 那像這件褲子就有綁帶的部分 你就可以從前面交叉 然後往後打蝴蝶解 那這件褲子還有出墨綠色跟鐵灰色 那這件墨綠色我超級喜歡 搭配的上衣是徹抽繩水蛇腰背心 它這個背心的側邊是可以自己調節長度的 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歡這種設計 不過像我的上半身是屬於比較骨幹的 我覺得我要露出鎖骨這一部分才會比較好看 所以穿上這件我會覺得有點擋住了我的優勢 其實這件的設計比較適合圓身肉肉的女孩來穿 因為只要腰身一出來了 你整體的比例就會看起來非常的差 所以像這件褲子我就非常適合推薦梨型來穿 那像蘋果型其實穿這類的學反褲都會非常的好看 接下來講的這件是雙扣高腰打折的西裝寬褲 那這件我穿起來就跟前一屆有很大的區別 整體來說我穿上這件的版型會顯得比較永種 所以這件版型我就會比較適合蘋果型的身材來穿 但如果你們家裡有這種穿起來比較顯胖的西裝寬褲的話 可以先不用丟掉沒有關係 因為你其實外面再搭一件西裝外套就可以完全遮住了 畢竟我們離型下半身的屁股真的是有時候非常需要遮印 你看這樣上半身搭一件這種西裝外套 裡面再簡單搭一個小可愛 其實這樣整體就會看上去非常清爽 而且它這個外套是有綁帶的 你就可以看你自己有沒有需要綁起來 但像我自己因為屁股的關係所以我通常是不會把 那這件西裝外套的版型呢 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它主要是肩膀這裡有稍微墊一點肩 可是不會說過於的寬 那穿上去呢就會整個看起來非常的西裝鼻涕 而且整體上會讓人家覺得比較有精神 所以這次這件西裝外套的版型呢 我也是超級的推薦 再來第三件要介紹的是 壯色丹寧風線白褲小妖款 通常離型身材要穿這種白色的牛仔褲 簡直是天方夜塔 但這件呢我自己穿上去後真的非常的驚艷 第一是因為小妖的關心 不會說屁股那邊很剛好 可是腰那裡怎麼太鬆 所以後面只要看到有小妖設計的 真的是 再加上這件的長度呢 是剛好落在我腳踝的部分 所以整體視覺上的比例呢 又看起來更高了 然後它下面的褲管啊 有這種開叉的設計 整體穿起來呢 真的就是 我真的是超級喜歡這件牛仔褲的 搭配上呢是我身上這件慵懶蓮袖的短板罩衫 看它有三個顏色 像這種罩衫很適合裡面搭一件式的洋裝 而且加上它是短板設計的呢 所以你整個腰身就會露出來 那剛好穿這件短板的 再配上高腰的牛仔褲 你整個就是腿看起來 無敵爆炸霹靂場 像這種高腰的牛仔褲 你搭配短板的T恤 或是任何短板類型的上衣都會非常適合 像這件綠色的上衣 也是之前威爾褲衣他們出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一件 再來要介紹的是 沖繩棉褲 白色這件呢 我是穿XL 那灰色這件我是穿L 那一般我們在買這種棉褲的時候 他們的褲襠啊 都超級的短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不小心卡檔 那這件的優點呢 就是它的褲襠非常的長 那如果你是屬於腰肉比較多的人呢 你還能長肉 它同時也可以遮住你側邊的馬鞍肉 一斤的夾胯寬 而且它這個大腿的設計 這一塊也非常的寬 不會說你整件褲子穿起來 結果大腿非常的撐 就是感覺要把褲管撐爆了一樣 那像我自己本身 我的胯長沒有縮到很長 所以這邊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我都還沒有發揮到 那如果這件版型的褲擋 對我來說再短一點點 我覺得整體的視覺比例會看起來更好 那如果你本身適合馬鞍肉 以及肚子肉的女生的話 那這件版型就會非常適合你 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屬於 你的這個擋沒有縮到真的很長的話 這件對你來說 我覺得它這裡的比例就是 稍微小可惜的一些 好那如果像你有這種寬褲 你要怎麼穿出你的優勢 那就是要露腰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離型身材女生的話 上半身呢就可以搭一件 平口的小可愛 外面再搭一個短板的臉帽外套 或者是他們這次出的 彈力羅文挖領上衣 或者你上半身呢 穿件T恤綁起來也就會很好看 然後再搭配個帽子啊 整體來說 風格就是很美 也是休閒 接著要介紹的是 微光澤修身皮裙 那離型呢 一定要穿A字裙 那這件的優點就在它是小腰的部分 不然我一般我穿皮裙的時候 也就是屁股那裡很剛好 結果腰那裡整個很鬆 看起來整個就是不合身 就不會很好看 但這件的L號呢 我穿起來就是 A非常的合適 所以離型身材的女生真的很辛苦 你穿錯就顯得很胖 很像水桶腰 所以這件腰臀 它非常的適合離型身材的女生 而且加上呢 它裡面是 褲裙的設計 這樣你就不用在裡面 多穿一件安全褲很麻煩 那這件就是屬於一體成型的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種的設計 不過它這次設計是屬於 比較微光澤的材質 比較不是屬於我平常會穿的風格 不過偶爾穿一下 我覺得也是蠻辣的 那搭配上呢 我就選擇 柔軟彈立的開闊柔紋上衣 然後它上面的扣子呢 就是細一到兩顆就好 不用整個扣起來 整個扣起來會顯得有點鬆 那這種皮裙基本上 都配靴子就蠻好看的 接著最後一件是 他們家樂銷千件的法蘭龍格紋寬褲 那這件呢 我穿的是XL 這件的版型 如果是D型身材的話 就要拿大1號尺寸 我原本以為 我穿這種格子寬褲會顯得很胖 但實際穿起來的效果 我就很不錯 之前我買網拍的時候 我就也有找過類似這種 但我穿起來就是很貼很撐 整個就是不好看 那這件版型呢 我覺得菱形身材 它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 雖然說我們下半身 要避免這種格紋啊 花色的這種褲子 但有時候看到別人穿起來很好看 你就會覺得 我也很想穿耶 那我們平常在穿這種褲子的時候 就是大腿根部這邊 就會被撐到非常非常的醜 格子呢 會直接從正方形變成多邊形 那這件我自己穿起來 試戴還可以 而且不會到顯胖的褲子 它褲擋的部分呢 也不會說太過的長 所以它整體修飾的腿型呢 是有的 那這件穿搭上呢 也是搭配短板的上衣 或是搭配oversize 整體也會給人家 有一種美式休閒的風格 也可以走出那種微微的嘻哈風 OK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第一型開箱穿搭 那我任何問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後呢 我這次有折扣碼在這邊 這次的新品 會在3月28禮拜一早上 與W2E的官網上架喔 只要等美式要被買2500 輸入折扣碼 就可以享有訂單 9折優惠喔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在下面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